这棵仆树三年时间身价涨了多少倍 三年前六百块买了一棵淘汰的老仆树 朋友说我是傻子 竟买些垃圾 三年后的今天变成了三棵 你觉得我傻不傻了 抛开价值不说 我用它做了第一次高压实验 一棵变三棵都活了 又学习了雕刻 虽然技术很差 但总结了些经验 他陪我走过三年 不少朋友就是因为他才关注我的 一路走来收获很大 所以傻人用傻福是对的 接下来继续期待他的成长 三年的伤口已经愈合得很自然 对于盆景来说 三年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还有无数次的修剪 朴树属于生长比较快的树种 修剪要挺快一些 每两三个月要摘一次叶子 摘完叶子不但更方便造型修剪 还能迫使心摇发出 顶端的枝条长势最快 即使剪短也不影响过度 飘枝最难养 尽量不要修剪 枝条会自然向上生长 稍微下压会有老树的感觉 适当固定让空间更饱满均衡 下拉是最损失的方法 剪掉那些杂乱的小枝 顶枝怎么弄都觉得不对 直接剪掉重新续养 让飘枝高过树顶生长速度会更快 朴树的特点就是枝爪很自然 即使很小的树 也能有饱满的枝爪 点赞收藏 冬天再来看它 我是李强璐 我们明天再见